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分享个快熟早餐 特别的简单方便 300克普通面粉,3克酵母 用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一直搅拌成这种细腻无颗粒的流线状面糊 盖上保鲜膜 放在冰箱,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醒发好的面糊像这样充满了小气孔 接着我们准备些配菜 胡萝卜切成小碎丁 再切点葱花 准备一根火腿肠切成小碎丁 加入适量食盐调味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 准备一把勺子提前预热一下 舀入搅好的面糊 面糊不要装得太满 直接把勺子放在热油里 很快就能看到面糊迅速的膨胀变大 轻轻地晃动一下勺子 很容易就能够脱模 炸至一面定型后翻面 中间勤翻面 炸至两面金黄即可控油捞出 早餐这样做特别的简单 不用揉面也不用擀面 做出来外酥里软 咸香味美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喜欢记得收藏关注哟